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接下来探讨的话题是 日本核废水已经排入海洋 我国驻日代表谢长廷的发文 引发网友反贪炮轰 他提到微量的放射性元素 对身体有益 那么网友真值的这样一个焦点 到底是什么 请交给韵文 好 确实能看到 这是关于日本福岛的排放 这个处理过后的核废水入海 引发的一些话题 还是持续的在延烧 我们来看到 就是我们的驻日代表谢长廷 他在脸书上发文说 当年这个三一地震之后 世人对于放射液体有一些敏感 但是其实微量的放射元素 对身体是有益的 他还举例是包含这个北投温泉 还有日本的玉川温泉 都含有微量的雷 这项放射元素 研究指出是这样的东西 对于健康是有益的 但是这篇颇文一出说 引发蛮多网友的不满 骂他是驻日代表 这个帮助日本的驻日代表 还说不会投日本 就来睁眼说瞎话乱讲话 不过其实来看到是 他日前曾经发文说 在过去这三期间 我们台湾的核能专家 曾经跟日本东电公司 视讯会议多达十几次 而且曾经三度到辅导口查 这基本上我们是跟其他的先进国家 一样尊重这个国际 原能总署的专业判断 谢长廷他提到了 我说自己讲的是温泉里头的雷 没有提到核除离水 那我们记者也去问专家 专家说青黄泉没有危害 第二股市北投温泉源头之一 除了白黄和铁黄泉 更有含雷的青黄泉 全球只有北投和日本欲穿有 冷却后的结晶叫北投石 也是世界知名 只是温泉含放射性元素 在日本排放核废水之际 被驻日代表写脸书提及 引发不小讨论 我觉得当然不恰当 这两件事情 其实不能够把它互为一谈 少量的雷会溶出到水里面去 但主要是在温泉区的 这个矿石里面 它是还有雷的 但它因为它剂量率非常低 所以大家其实不用担心 专家解释 日本核废水含的川释放的是 β离子 而天然雷释放的辐射 主要是α粒子 穿透力非常低 人体皮肤就能屏蔽 不会造成危害 泡温泉完全没问题 就算不小心喝到 也不用紧张 毕竟人也不可能一次 喝大量温泉水下肚 误喝到这个温泉水 其实也无所谓 只要输出口 把它吐出来 然后再多喝水 青黄温泉 因为它含有微量元素的雷 所以它对身体 它会筋骨舒缓 对免疫力是有帮助的 北投青黄雷泉 每天只供应约1600吨 比起其他泉值更稀少 如今因为含有放射性元素雷 再度受到关注 TVB的新闻 那么国际间的对策又是如何呢 日本政府已经在8月24号的中午 开始排放福岛核废水 也激发了反日情绪 我们先来聚焦亚洲国家 现在包括泰国 还有包括俄罗斯都纷纷宣布 会加强监控海产 特别是日本进口的海产 交给韵文 好确实难看到是这个 咋从8月24号起呢 日本福岛排放这处理过后的 核废水入海之后 让这日本当地的海鲜产品出口 确实遇到一些挑战 像是目前中国对全日本的海鲜 都是封杀禁止进口的 但是目前也只有中国这么做 我们来看到就是泰国跟俄罗斯 有不同的做法 但也确实是有增加 他们对于日本海鲜的 安全的检查控管 我们居然看到是泰国说 他们也是位在这个高风险地区 所以展开了跨部门会议之后 决定说要加强这个安全的监管措施 对于来自日本进口的海鲜 会来加强检疫 相关部门已经是做好相关的准备了 好 再看到是俄罗斯也宣布说 要加强监管了 是对于来自日本的鱼货海鲜 如果检测出有过量的放射物质的话 会对这类的货物采取限制性的措施 是目前当前各国对日本海鲜的相关做法 刚刚关注到是在水产品部分 还要请教运文的就是 日本排放核废水 那么现在大陆团体客说 十一长假不要去日本玩 所以爆发了退团潮 大陆的游客纷纷取消复日的旅游计划 那么旅行社业者现在对策 又是如何运文 确实来看到是这个核废料的问题 可能对于日本未来经济 确实会有一些些的冲击 尤其是陆客的市场这方面 我们先看到是在疫情之前 这个复制旅游的陆客 是高达了959.4万人 是逼近了千万人 不管是人数上还是消费的金额上 都是位列全日本外国旅客的第一名 不过疫情之后迅速的断崖式的下滑 而且大家看到是在日前 北京就宣布说 他们从8月10号起就解禁了 开放团客可以赴日本旅游 所以当天这个就是跟团 赴日游的搜寻量就暴涨了 是超过了这个泰国跟新加坡 成为第一热门首选的 出国旅游目的地 尤其来看到是日本团的 单州的预定量 月增幅是将近有九成之多 以及10月1号黄金周出发团 这是成长了超过5倍 但是这一切在824之后 就风云变色了 因为这一天 日本起动是核废水排海的计划之后 很多的陆客纷纷就是取消 他们赴日旅游的计划 所以有分析这种人是 日本本来是有机会到说 中国的黄金周的消费 红利可以享受到 但是现在这个泛旅游经济 可能会出现萎缩的情形 毕竟现在在中国是出现 很强大的这个反日的 仇聚的情绪的 看完这些消息之后 请怎么样 这个QR Code 它展示我们APP 中更多的新闻资讯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话题能不能够吸引 更多游客来到苏格兰 苏格兰当地的尼斯湖里 究竟有没有水怪 至今依旧是未解之谜 那么当地展开50年来 最大规模的找水怪行动 据说还有人出动了无人机 联系记者徐代轩 好了主播 苏格兰的尼斯湖里 到底有没有水怪 目击证词至今不曾间断 却始终找不到 有利的科学证据 经营当地观光的尼斯湖中心 这个周末假日 要展开50年来 最全面的水怪搜索计划 动员了上百人 以及过去都没有用过的 科学仪器 希望能解开 几十年来的水怪之谜 我们就先来听听学者 是怎么看待这次的大规模调查 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 就有纽西兰的研究人员 在尼斯湖中搜集了DNA样本 确认所谓的水怪 其实就是巨型鰻鱼 研究人员说呢 若是真的有水怪 一定会留下生物激震 但是就连DNA的科学证据 都没有办法找到水怪了 就算是动用其他的仪器 恐怕也不会有重大突破 以上人员找到最近情形 NASA跟白宫都有鉴定过 你现在就可以安心的 把钱汇过来 每年中元节 连锁差试创意行销 总引发话题 有别于以往温馨氛围 今年大上市是充满警示意味 那最近因为社会上